飘洋长江照 身在黑暗之中 又岂能见到公主的花容月貌 车公子的嘴真的是很会说话 可不是吗 我也很怕难见公子的威武雄姿 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我想我们公主也需要休息一下 是不是啊 对 我要睡觉 公主慢走 你呀 那个车天宝三言两语 把你迷得晕头转向 这样很容易上当 当局者迷骂 再说这是公主自己说的 我知道 所以我才要跟你对调身份吗 那些男人啊 一看到我就会说奉承的话 谁知道哪句才是真心话 可是 丫鬟半公主 一定会被人识破的 你放心 有我在嘛 总之你乖乖地坐在这里 什么也不要说 也不要做就行了 百多了 你继续帮我嘛 大不了等我找到 心上人的时候 我一定会好好地报答你 不如反过来好了 我替你找一个心上人好不好 你怎么了 已经有心上人了 狮子的那个谁错 那个狗奴才 原来我们榴莲姐姐看上她了 包在我身上 可是 她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 她以上都是这样子啊 狗眼看人低 交给我 交给你 反正我有办法 能把你们撮合在一起 不过撮合之前 我一定要出一口气 今晚千万不要让我梦到这位花容月貌的公主 不然 我也会连觉都不敢去睡 陈公子为什么不敢睡觉 没什么 没什么 榴莲姑娘 公主呢 去睡觉了 你刚没听见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忘记了 以后还请榴莲姑娘 多多帮忙 像这种东西 只要我说句话 你可要一箱一箱地送给我 是是是 刚才公主好像让你哄得很开心 只不过我们家公主她非常的健忘 一觉睡醒之后 往往就会忘了之前跟人家说了什么 可是很奇怪 她只记得我榴莲说过的话 那就要请榴莲姑娘 以后在公主的面前 多为在下美言几句 美言几句那太容易了 只不过 我最近好烦哦 榴莲姑娘有什么事情 尽管告诉在下 在下一定会为榴莲姑娘 办得妥妥当当 你说的 是是是 我要你替我对付那个狗随从 没问题 我这就杀了她 哇 想不到你平常甜言蜜语 原来心肠这么狠毒 那么 我不杀她 我把她抓回来 好 在下在安南国并无仇家 各位是不是找错门了 大胆随从 竟不是千高地厚 哎 竟然是车将军的公子 看来我这个随从 胆子是不大 但面子却不小 很可惜 你的命不长了 才刚结下的梁子就来讨债 榴莲姑娘 您的速度比很多武林高手还快啊 堂堂一个将军之子 为了一个丫鬟 劳失动众 这样做不对吧 你胆敢得罪榴莲姑娘 就是不尊重外国贵宾 涉嫌破坏安南国外交政策 唤起战争危机 引起天下恐慌 嘿嘿 怎么还有这么大堆迷他 哎 车公子 我看你是小人拜大事 不过有句话说 您得罪小人 莫得罪女子 我看 我还是宁愿得罪车公子好一点 可惜 你已经得罪了我这个女子 哦 真的 那我怎么办 为了让你下次聪明一点 我打算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待会儿 就要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好啊 那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来人 拿下 是 进去 哇 你想干什么 你要把我的眼珠子挖下来下酒 还是要割下我的鼻子炒菜 我要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以后就不用听你说话了 我的头发也让你这么讨厌呢 我现在的心情很好 让你多快活几个时辰吧 把他关一个晚上 让他尝尝坐牢的滋味 滚起来 不要给他饭吃 也不要给他水喝 不行 他要吃什么东西都给他吃 要不然有人会找我算账 把我关在这儿 还有饭吃 这就是你说的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啊 是啊 到了明天 我想你情愿我一刀杀了你 罪毒妇人心哦 可惜你遇到的是我 好啊 我就等你 等你到天明 好啊 不来的是小狗 公主 您说帮我 就是用舰头帮我啊 当然咯 这本是仙罗国 舰头大师写的密集 还是百零哦 公主 那你也不用笑得这么恐怖吧 如果你知道我现在心里想什么 就知道我为什么笑得这么恐怖了 那你在想什么 我正在想啊 如果这书上说的都是真的 只要我下了这个姻缘将 他就会永远地爱上你 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这样恐怖恐怖啊 你说的是我恐怖 还是他恐怖啊 哎呦 我是说这个将头恐怖 时辰到 开始 堂堂的道帅 被关在笼子里 我觉得传出去啊 恐怕会天下大乱咯 这事情呢 要发生在中原才轰动 在这鬼地方 谁知道他堂堂道帅的大名啊 嗯 说的是 既然如此 我明天一定要到皇宫里面好好地偷他一番 我非要在这里闯出个名堂不可 不如你求我教你如何帮温良语偷出云罗公主的心啊 云罗公主 找了一天呢 蓝田玉石的消息我们就没有找到 但是 我们找到另外一些更有趣的消息 不就是主流箱被关到牢里吗 云罗小姐啊 其实真是陷落国的公主 而且金口已开 要亲自选婿 繁举皇亲贵族皆可以参加 而温良语呢 正是当今阿南国世子 是吗 阿南国皇帝早已驾崩 按照国徽 世子在了大婚之后才可以亲政 所以现在是由皇后垂帘听政 唉 想不到我堂堂的道帅 竟然有眼不识泰山 唉 世子这般踏实无华 其笨如猪的 难怪楚大哥有眼不识宝 世子是其笨无比 但是公主是其丑无比 不过世子无华朴实 会以貌取人不足为奇 我最奇怪的是 那个车天宝 为什么也不介意公主容貌丑陋 而且 他只不过是将军之子 竟敢跟世子争老婆 皇后和车天宝支付车人府 各用一半的兵力 可是车人府向来跋扈 从来不把皇后放在眼里 所以他们知道哪一方 能够取得云罗公主 狭心楼过了兵力做后盾 就可以压倒另外一方法治朝政了 嗯 那位世子为了国家 宁愿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 娶个丑公主 那你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帮他一下呢 当然应该了 再说 这个蓝田玉石如果真的在宫中 我们帮了世子大忙 他好意思不把蓝田玉石双手奉上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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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